因為那時有很多香港人在日本、在武漢 滯留了在那裏 我想他們每個都是歸心斥展 那時特許政府要組隊去安排香港人過來 我想你都可以想像到當時工作的風險有多大 當時入境處的同事 因為你說你要上去那隻郵輪那裏 即是直接面對一些根本他可能有機會已染病的遊客 所以其實當時我先生是自動請英去幫忙的 我覺得這個決定是很正確的 就算如果今天轉了變了是我 我都可能會作出同樣的決定 因為你想一下當時是一個這麼危急的情況 同事願意去幫忙 其實他自己、他的家人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如果你有一個額頭坐鎮 遇到現場 你知道現場可以變化很多 你還有很多對外的溝通 如果這個額頭是可以坐鎮在那裏 在他們旁邊 如果有什麼事,他可以立即落到決定 落到這個決定 大家就向著這個決定 跟著這個火車頭向前走 我覺得同事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加安心 更加有效 當然在工作上一定是有些心煩 或者是未必事事這麼順利的位置 但是我們都很支持對方的工作 有時可能一個信息 或者一個眼神 其實都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我們是生活很簡單的人 在家裡吃飯 我們都不會吃一些很簡單的小菜 但因為實在這幾年工作實在太忙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家裡可以煮飯的時間 給他大戰新手的機會 其實是很美乎極美的 我都現在等著他 看看有沒有什麼表示 就著煮飯這件事